去年臺州南屯區的華新拖映中心 虐童案 今天有新的市政 家長發現了監視器的畫面 有多名的老師都在施暴 而社會局涉嫌包庇縱容違法業責 而臺中市長盧秀燕 下午就公開鞠躬道歉了 表示將會將涉案的人員移送法辦 也要求社會局限期提出調查 懲處報告 小朋友坐在椅子上 老師經過一把掌打在頭上 還有小朋友因為哭鬧 被抓住雙腳 頭下腳上拖行 過程全被監視器拍下 台中南屯華新拖映中心 去年二月爆發虐童事件 但有學童家長十八號出面指控 自己是一直到最近看到拖映中心監視畫面 才驚覺自己的小孩也遭不當對待 但負責調查的社會局從未告知 這個狀況然後當時在查辦這個虐嬰案的時候 沒有看到 台中市長盧秀燕十八號下午 緊急召開記者會 與社會局長等人向社會大眾鞠躬致歉 他表示舊案發現新市證 就是行政疏失 當時只針對黃信托育人員開法六萬 顯然不符合社會期待 托育中心內做事不管的教保人員 卻屬於共犯 全都要移送法辦 盧秀燕要求社會局下週一前提出最新的調查報告 與失職人員懲處名單 並且檢討財罰基準加重罰則 社會局強調即使華信托育中心停業 若確認含有其他孩童受害 仍可在財罰負責人 最高可處六十萬元 業者是否涉及延遲通報或引力案件 將會全面清查 記者 民風棚安全 台中報導